大家好 发现这个茄子苗这些叶片 染上了一些病害 这种病害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碳居病 一旦染上之后 它就会从这个叶片的边缘逐进的褪色 而且慢慢的出现干枯腐烂的现象 如果没有及时的给它防止的话 这个茄子瓜生长得非常缓慢 甚至它长出来也会变成栖形 这种碳居病出发期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叶面上逐进的出现了一些水迹的症状 随着时间慢慢的出现不规则的童心曲轮 还有一些黑色的小点 发病严重的时候 就会出现叶片大面积的掉落 而且这个果实也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要如何防止 先是把这个病害的叶片给它卤掉 像这种病害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销毁掉 我们给它卤掉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使用一些杀菌药 给它防止就是使用这种甲肌流菌磷 它是一种内需型的 要效的渗透到植株体内 把体内的病原菌给杀面 这样才能彻底的给它防止 使用方法我们就要根据说明书 洗四天给它使用一次 一比一千 当我们给它喷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在四个小时之内 如果遇到下雨的话 我们还要重新的给它喷洒一次 这样才能起到防止效果 像这一大片的茄子 就是使用了甲肌流菌磷 给它预防的 几乎上都没有任何的病害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